大家好,我是国际杰说狗头驰,我很久没有见柯林这个角色了,我真不知道现在到底还有谁在玩,好多玩家都叛变了,对啊,我尤其想看毛哥玩柯林那一回是真的好,但是很可惜啊,我只能找一个比较高分的叫Hawk的,而今天对手也不是一般人,Bong Chan的卡琳,Bong Chan最近卡琳还是玩的相对偏多一些,剩余的,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当年超级白金赛的时候,毛哥对上Margo,这个柯林对卡琳的时候,柯林的一个站中角,踢的Margo是一动不能动的,就在力回上面如果说做到极致的一个情况下,柯林打卡琳是绝对占优的,我相信两个人的实力不会差很多,但是局面能打到一面倒,肯定是角色上面有问题的,好,现在回到这个对决,呃,Bong Chan这里一直选择用VS来斩技的曹,而且力回上面, 既然打不过对手的中角,我就用更远的招式来打,也算是一个办法,哇,这边对手已经集中了注意力,就在看你踏出来的那一步的时候,马上一个架刀丢回板边,Hawk这边有机会,应该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进攻压制,这里交出VR,哎,Hawk这边是吃了一发前前的下段透极,问题就很大,手上的血量已经不是很多, Bong Chan这边攻的很凶,看一下双方最后谁能够拿下,现在Hawk这边用自己的中角封一下,哇,这里Bong Chan又想VS推,那Hawk这边是点了一下自己的轻攻击,马上把VT交出来以后一波确认值得跟上, 现在有很多选手他们的反应已经是到达了可以确认掉对手的这种很快的前前,或者是一些相对距离比较远又慢一点的招式,值得先一步可以抢出来,这也是我之前看了一段视频,一个职业选手在那里讲,他们已经可以做到了,在漫长的对战之中都已经得到了进化,以前这种很多时候应对前前都是要靠猜预判,现在的话可以靠肉眼去确认,只是需要大量的集中力, 那另外还有是得益于现在换了PC,有了电脑以后呢,那个帧数延迟会相对少一成,所以他们又表示自己可以了,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我都做不到,现在Bong Chan这边是疯狂的压版边,用自己的中角更加中角的一个组合,这里是交出自己的VT,对手也反开,那同样开VT的情况下,柯林这边就要显得厉害的多了,伤害又高,而且中距离的力回上面有一个大幅度的强化,现在Bong Chan这里是感受到了危险,所以选择消灭, 超级的等一等,等掉了对手的VT来再跟对手打,突然想要偷一波,没有偷成功,对手的一发中拳直的对空成功,完了这里要吃雀反,轻功这两下,骑手以后EX下来,伤害拉满,游戏结束,柯 Chan这里一直没有找到他的机会,在超远距离的起跳,对于柯林来说太好防了,一个下中拳直接就把你摁下来了,而且在那种距离下,对于柯林来说他不需要注意你会不会用其他的方式来打自己,更多的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天上就OK了。好,那现在就来到了第二局,Hawk那边一局0, 顶先,双方又要开始打一个立回战,风铲这边选择的是前前突一发,中拳没有命中,两边立回战的时候,Hawk那边打的还是比较小心,出招相对打的比较少,一直想要等风铲这边选择用下中角确认的时候,去找一个机会,去突一下头顶或者打一下收招,这边是直接魔奖摸出来了,风铲一波魔奖进版篇以后,中拳连续点,在柯林这边退无可退的情况下,是用下中角摸奖都摸出来了,风铲这一发下中角 要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风铲其实在压版边的时候,一旦到了那个距离,就基本上注意力都集中在对手的这个暈点上面了,就看对手有没有暈点增加,一增加马上一个确认跟上,刚才被还了一波以后,风铲又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一个推板机会,而对手手手上的VT已经准备好了,Hawk那边现在满脑子,只有两个字V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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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就先把自己的VT开出来,对不对,只要一旦开出来,自己的局面上面就可以进入到优势了,当然前提是不要在厕所里面,完了,风铲破防了, 这一脚跟完,中拳,然后下段单发缺,人马没有,直接选择前走给头,Hawk这边要怎么来出,出版面的话,用VTK滑出去来了,这边直接选择一滑,滑出去以后,这个V槽又完了,想要偷一下下段没中,这个局面还是比较绝望的,现在手上有三个能量,三个能量,绷缠死守,喂,你不要这样,在这种稳赢的情况下吃了一发中拳,其实刚才硬防,五股接的十秒拖完都够了,那现在绷缠依旧有机会,他可以用这个CA的动画来拖掉那个时候, 时间,果然,你风铲就是这样子的人,对吧,能够赢下来,绝对不给对手机会,确实,就在这个情况下,你交自己的CA把那个一秒动画拖完就够了,风铲最后还骗掉了对手的三个资源,这样看起来就是血赚,赚的不能再赚了,下中拳给中,然后跳一下逆向没跳到,中拳点两下,这种拳是打中了一个前前,摸奖摸到的,Hawk这边继续前压,现在风铲这边又开始思索了,看一下他怎么来打这一波 选择逆回,选择的是前前去突对手,在对手后退的一瞬间就压上去,这样就有机会可以突破对手的一个下段,VS推中,好了,这一波有压起身,选择一个直接投,那投完以后想跳,没有用,这柯林这个对空在这个范围下,只要你不是跳逆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那跳逆向的话跳柯林就很不错,如果说你选择跳逆向不出招的话,柯林很有可能会出一个假招,这样崩产这里连续的用红连拳来压,换了对手一波血,那这边 所以柯林交出自己的VTA这一波威胁又很大了,结果血重拳先跳下来,前前被预判到了,崩产这里原地的一个中拳打出了一波大伤害,但是柯林这里依旧是有机会的,他只要能够突到对手的一个下段,啊这里只能选择一个超远距离摸奖,想要打一下崩产的一个乱动,他因为觉得自己的前前被抓了很多次,这一次说不定可以直接打掉,就选择了一个非常粗暴的摸奖,摸奖没有摸中以后呢,这个局势就非常的不好说了,他又要靠自己的战中拳去单发确认一个CA,但是这个CA呢,又打 打不死对手,就非常的僵硬,但他不交又不行,对吧,最后崩产是用自己的中角封住了他的这一发前凸,那这样是来到了双方的决胜局,上来一发VS命中,崩产这里开场就是一个好兆头,中拳有打中插和一波进板边,连续的打到乱动,中拳继续往前前走压,这个给人压力很大,奥克这边是不敢抢招的,毕竟你永远不知道卡琳这边什么时候会出拳出脚,那不敢抢招的情况下,就被对手直接一个又一个的头,EX撩上去,毛尸三里吗? 没有,这边选择的没有打伤害,这样子的话有一个VT的支持下,能够支持多久,他的VT耗起来有点快,不像毛哥这样比较藏得住,中拳两下三下,这里又是选择偷一个下段,冰块下来做一个修正,又点到一个香沙,马上一波补上,连招掉了,连招掉了就问题很大,连招不掉的话还不错,那这样是崩产这边大有力了,只要等到对手的这个VT消失,直接用进攻来拖掉对手的一个VT,不错, 那崩产没有选择是拉后去防,因为这样的话是会给对手一个前突突下段或者是一个投则的机会,他直接选择了用进攻加VT脱光对手的这个VT时间,没有脱光直接就打死了对吧,那这样是来到了崩产的一个赛点,崩产打这个对局的时候思路还是比较清晰,很多时候都是以攻为守,虽然他是一个很擅长防守的男人,但在这个对局当中,他却攻得异常的凶,动拳,然后取消做一个安全压, 这边中全民中了,一波EX三连送上去,这个选手他从来都不喜欢用毛式三连打一个简单的前推,总是在想着一些花里胡哨的,但这些花里胡哨的除了用掉他的能量以外,就没有别的特别好的用途了,这边一波打晕看起来已经回天乏术了,这一波最后留给他的机会就是板边选择开VT,VT都没开出来人就没了,好了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也就到这边了,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啦,有没有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